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到 TVBS昨天晚上最新的民调 可以说是花风暴以来 针对台北市选情 做的比较深入的一个民调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问说 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的话 你会去投谁 这当然是说要去投票的人 然后才问他去投谁 所以大概他们推估这个投票率 今年可能是67% 之前新党的主席郁慕明 也说过一句话 他说这个投票率如果低于65%的话 郝龙斌就会输 那现在TVBS推估出来的投票率是67% 又比这个65多一点点 所以郝龙斌到底是赢是输 照玉木铭的公式来看 现在是还看不出来是赢还是输 不过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的话 到底会有多少人去支持郝龙斌 多少人支持苏贞昌 我们看到呢 支持苏贞昌的可能是52 就是郝龙斌是48 这加起来是百分之百 因为是所有会去投票的人 问他说会投给谁 那以票数来算的话 百分之67的投票率来算票数的话呢 苏贞昌赢的是大约55000票左右 台北市市长选举过去输在5万票以内 其实是非常的少 对不管你是谁跟谁选 输在5万票以内应该是非常少 从来没有过 对所以这是一个势均力敌 到目前为止评分秋色的一个选战 谁输谁赢在最后将近80天 应该还有很多可能会影响板块移动的这个因素 这个民调 当然民调是做参考啦 但是用这个投票的这个方式在看 这些人应该是对于投票比较有高度兴趣的人 他会说我要去投票 我要去投票的人投出来结果是这样 然后命的警讯是不是 就是真的很大 总统赢2万票他就是总统 赢1票也是啊 对 那你这个台北市台北市 他是以前没有这么少的 对啊 你现在所以说为什么说好龙斌 为什么我的看法是他不会上 其实昨天我碰到郑立文 郑立文也说他不会上吗 郑立文说他会上 他说后面他们一定有办法激起那个泛男的 叫做大家的相近力一定会赢嘛 他说他谁敢跟他赌 我说我来跟你赌 我要跟他赌啊 但是他不敢跟我赌 他的意思是说 不是我修正一下 郑立文只愿意赌一顿饭 不愿意赌10万块 没有啦 他后来后来他也不敢赌 连一顿饭都不赌 他其实他是说我赌 我要赌他赢 我浮选起来才有限制 才有力道 在台北这种地方 你现在就已经输了 你到后面你说会赢 奇迹出现 奇迹出现是什么 花博办的非常好 这11月6号的时候 让大家突然觉得花博好棒 可是昨天的民调当中 有70%的民众是支持台北办花博 说台北应该要办这种国际性的花卉展 70%的人 大家都希望办花博 但是没有希望你把它办成这个样子 你就为什么花博被打成这个样子 你没有扯住弊案 还被人家认为无能就是你没有把它办好 当然为什么看不好 你想上海四国 公车啊 公车每一个站牌都两个志工 可现在花博还没开始啊 不是 可能也会有两个志工 给你说明四国要怎么走啊 怎么样 什么管啊 现在花博 花博其实要是我是好农兵的话 我会先把以前国际上 哪个地方办什么花博 那个影片弄来 那就放嘛 你现在反正无所谓了 反正你预算在手上 你花多少宣传会 反正民进党是骂定了 你国民党你就要让大家都知道 拼拼发 一直电视放 让他看到那么美丽的花朵 那以后是怎么样的 那会不会一看到广告 又想起了这个弊案 那没有关系嘛 反正都一样 总是你要现在的做法 完全不一样 反其道而行 大把银子撒下去 就是把它办得很好 世博也是钱堆出来的啊 对 奥运也是钱堆出来的 哪一个大型的国际展览 不是钱堆出来的呢 你告诉我 可是现在台北市民 可能需要的是一个 就是非常经费上面 控制得非常好 然后又办得很好的一个花博 你控制得再好 他都说你控制不好啦 那你现在 你现在 郝龙斌现在目前这种做法 你说花博 要一下子很敢弄人心 把票全部拉回来 我看很难啦 除非他有特效要 所以11月6号花博开幕以后 会不会有一番新的景象 这个投票的支持度 主席 我是觉得很奇怪就是说 呃 我是反对用民调来治国啦 那我也更反对用民调来去 因为很多人 因为他 一 一 生政典哦 等过以来就是都扣民调在赚钱的 我请问大家哦 你刚刚说这个48比52这个 假如明天去投票 之前是不是很多蛋头讲说 绿的选民都不表态 每次民调都撤不出来 就一投票哦 绿的那个基本盘都跑出来哦 说有什么十几% 如果懒得没有赢十几%就是输了 有没有蛋头讲这些 有好几个蛋头都讲这个 那如果蛋头讲的是对的 那这一题 问出来怎么48比52呢 应该是 应该是60几比40几吧 你不说他因为114几% 会不会结果真的是这样 因为以前从来没这么近的投票结果 民意如流水嘛 你去看联合报跟TTBS 最近半年针对台北市长的民调 这两位候选人啊 是不是都在误差范围之内 好那回到你现在这个板子 48比52 是不是在我们所谓的民调的误差范围之内 也在啊 不管是支持度或是明天投票 都还在误差范围之内 半年前是如此 现在也是如此 只是好龙斌跟苏仁昌的那个领先对调嘛 本来我赢你3% 现在你赢我3% 就来回6% 就这样子啊 但是都在误差范围内 还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如果真的是对民调这么了解的人 为什么故意要去扭曲 我是这样讲啊 就是说 如果真的有什么一腔毙命的东西 麻烦你9月18再拿出来 那个时候登记都截止了 要换的人来不及了 直接一腔 一腔他就 哦 再见 那就不用选了 因为你登记截止了 就不能换候选人了 那有没有这种震撼弹 我跟大家报告 以我出钱的了解 蓝绿都没有了 五都都没有 我拿出来他就退选了 他就完蛋了 有没有这种东西 就没有这种东西嘛 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 我讲一下这个苏贞昌 人家检验他他说是选举的奥部 做负面选举 那如果苏贞昌的逻辑正确的话 那大家都不要再什么 什么苏打小组就解散 包括刚刚天林兄讲的举打小组 我们都不要再检验了 因为如果检验你以前做过什么事情 就是选举奥部啊 如果我说你以前怎么样 就是负面选举啊 是这样子吗 我们是做这样解读啊 苏贞昌的水准就做这种解读啊 领先的人好像通常都会做这种解读 你问我 那时候10万块什么事情 我就说这是选举奥部啊 苏贞昌你的态度就这样子吗 你的超越台北这种态度 检验我就是选举奥部 怎么会这样子 我最后提一下 因为主持人可能没有看到这一条 这一条 这是高雄市的国民党市议员 林国正之一 两年来 高雄市政府给了天下远见杂志多少标案 有无公开招标 有多少厂商投标 讲得很好啊 讲得很好啊 所以大家 还没有啦 之前胡志强去年 胡志强在台中司议会公开承认 台中市政府有编预算给这两家杂志 胡志强讲的 去年 有没有 其实各县市都有 老大这你讲的哦 我也认为可能有啊 各县市都有 多多少少 记不记得 一周刊去年在踢爆旅国华的时候 修理旅国华的时候 旅国华讲什么 说 童晚节 蓝旅节 黑白班 一周刊就有人来拉广告了 旅国华讲的不是我讲的 那这样的话 还要仔细看吗 还要仔细看那个什么 你说天下远见杂志 你第几名我第几名 那我也请天下远见接受质疑 接受挑战 把也列个排行榜 譬如说台北市多少钱啊 高中市多少钱啊 什么标案的列出来啊 那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有这种事情哦 搞不好台北市的钱比高雄多 不过这个天林可以回答一下 对啊 我想这个很有趣啦 到底有还是没有 我觉得很想天下远见杂志 这种专业的杂志 它本来透过各式各样的活动 在全台湾各地 中央到地方政府 这通通都有 这本来是存在的 但是你现在直接把 他也讲通通通都有 等一下 你听我讲 刚才慧文兄跟林国正议员 他也是我的好同事 直接把这件事情 跟人家在做这个评比挂钩 我认为是没有 是非常不严谨 我认为这是天下远见杂志 他为了他的报格 为了他杂志的 要去告林国正议 他要回答的 不是县市政府回答的 我会认为就是说 他也应该在郝龙斌 过去曾经名列前茅的时候 他也应该提出指引 他有名列前茅过吗 对 主席我插一句话 我刚刚都取胡志强当立刻 没关系 那我再回头讲 那国民党的中央党 你也不要把说 我们这个台北市 各项 幸福利 经济利后 我们都第一名 你就不要打 你就直接说 天下远见杂志 基本上就是一个 没有报格的杂志 基本上就是一个 应该被抓去关 挂钩 然后这个影响选举的杂志 我觉得就不要再讲这个 因为这有点类似 你刚刚那个板子里面说 拼得好的就是合理怀疑 拼得不好的就是负面选举 不过我要提的就是说 苏贞昌 每一个领先的人也好 或每一个被攻击的人也好 我承认都若干 会有这种行动词的改变 这个是存在的 但是我要回头讲 就是苏贞昌有一个 蛮自制的 就是说他对于花博 跟对于郝龙斌 这个检验 我认为他基本上还蛮克制的 他在这件事情上 他们没有洗洗瓶色说 追啊追追 好戏好戏 我认为民意代表 现在在选举嘛 而且本来议员就是天子 他去追 我们高朝的议员也没有一天 不狠过耶 蛮狠的 所以昨天苏贞昌 他在有台讲说 我们的议员也很认真 只是媒体不捧场 只是这样子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我要提的就是说 郝龙斌 讲了这么多 我们大概了解你的意思 不过 回到问题的本身 就是高雄市政府 到底有没有编预算给天下元件 我不是说有编 就是代表他影响了他的排名 就是说到底有还是没有 这件事情怎么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 他说各县市政府都有 县市政府 基本上对于任何的媒体 从电子到平面 听我讲 就是说从电子到平面 本来就有行销的预算 这个行销的预算 你不要用各县市政府 因为你管南投县政府干嘛 你管台中县政府 我是问你高雄市政府 有没有编 那我一定要先回答的问题 绝对没有林郭正议员说 我为了编预算给 远见天下杂志 而取得这样的排名的情况 高雄市政府绝对没有 有没给吗 对于 不是 我会 我刚才 我也想回答过 还是说你不知道 他就说都都藏了 他就跟县市政府都有 跟高雄市政府有 对 可是问题 我会很严正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边说明 因为这个东西 基本上是很遏制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说过去 乘举在两颗星的时候 我也没有曾经 对《眼镜》杂志去提说 你就是有广告就有星 因为广告就没星 那后来为什么变五颗星 结果像五颗星的时候 你就告诉我说 有广告就有星 是不是 所以我会认为就是说 我们没有认同 林国正议员 选举对 我们只是在 厘清事实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这样子的 对 主持人 我今天用我插一句话 乘举两颗星的时候 有没有标案 这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要你回答 不好意思 乘举两颗星有没有标案 乘举五颗星的时候 有没有标案 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用这个 所以没有关系 我自称我是奥伯嘛 我主持人要表达就是说 我是旧教主持人嘛 这可以问嘛 对不对 两颗星的时候有没有标案 恐怕是没有啦 五颗星的时候有没有标案 恐怕是有啊 这是你自己的认定哦 还不知道有没有哦 这件事情我认为 所以我觉得恐怕啊 这件我认为 惠与兄跟林国正讲的东西 你已经认同他的标准 基本上市政府 从以前民进党到国民党 从头的执政 都是有这样的行销的 各种的经费 只要是真实的 只要这件事情 是经过合理的程序的 我非常非常不能认同说 只是因为为了选举到的时候 你用这样的方式 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我觉得这样就没有格调了哦 我认为这种格调是不够哦 所以 胡志强的我去年就讲了 我去年在小弟自己 你的标准是一致没关系 但是我会觉得 那你的标准有不一致呢 我的标准从头到尾也是一致啊 我认为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呢 我回答过啦 你刚才就帮我加码了 你都回答 哎 我跟你讲 我回答就是有啦 讲了这么多 应该就是有啦 我要强调的就是说 基本上 只要是一场选举里面 只要是真实的 没有造假 没有违法的 这件事情被检验 我认为都欢迎 即便是你刚提的问题 我认为可能格调有限 但是都应该可以回答 但是我要回到 这件事情的原点 就是刚刚花博事情的原点 他花博是一件事情 我认为是应该支持的 我认为苏贞昌 到现在为止表现得很好 就是他也支持这个案子 但是这件事情 本身也要被检验的 而如果为了 没有办法回答人家 对台北市政府 花博必案的检验 而要开始 哇 想尽各种方法 撕探很难看的 去做其他附近的连结 你不会得到市民的认同 其实一码归一码 要检验的事情 就一码一码检验就好 我讲这个 这个是杨秋新 大家注意看这边写什么 写专辑 杨秋新就拿那个 他的满意度是第一名 他拿这个夺冠 哇 任重道远 还有他跟他太太的照片 讲了一大堆 这一篇是什么 这一篇是要钱的 你以为联合报 莫名其妙要登一篇这个 所以为什么叫专辑 就是置入 他就置入在新闻版面 他不做广告 看起来像新闻其实不是 大家千万不要被骗了 因为没有记者啊 花钱啊 这不是没花钱吗 杨秋新要花钱 杨秋新都说我第一名 我当成跟你赶快宣传啊 就这样子啊 他当成是文宣在处理嘛 他当成对 他当成 前提也不是说 因为有了这个文宣 就去质疑他当时做的 这个调查公布公正 这两件事啊 这当然是两件事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是质疑 公开质疑天下跟远见 你有没有县市政府的标案 你就公布嘛 当然有啊 每年都有 那是哪一方面的标案 因为你可能有 什么演讲啦 什么文化的什么的 各种的要讲清楚 那被人家质疑的 因为这个局姐 也不是第一个被质疑 第一个被质疑的是胡志强嘛 我不跟你讲 去年胡志强就被 就被钉在墙壁上 胡志强给我承认啊 有啊 胡志强编多少钱你知道吗 编二十几万啊 就被就被垫的乱 因为胡志强之前都第一名啊 前几名都哎你为什么 就这样子 所以陈局 也我建议陈局 跟胡志强学一下 公布 多少钱 好我们先去广告